道友,实不相瞒,其实这雪蚕丝是我想给一个师妹买下的,本来属于她的助击单被人强行夺走了,眼下却有个机会,那就是我们云服宗的门派大笔,如果她获得前十名,就可以获得一枚助击单,所以我才准备买下这雪蚕丝,给她炼制一件防御护甲。 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道友,别忘了,虽然我们云服宗,杀人夺宝,可是,一个被爱情迷惑了双眼的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说完了吧,那拜拜了您嘞。 哼,想追上我?没那么简单,我可是隐着这个的。 哦,怎么回事?她怎么突然消失了? 一个炼气七层的小秀师,也敢口出方言。 千万别让本人真逮到你了,红色,有你好看。 正好。 哟,这不是云服宗的曹俊风这人吗? 你是谁? 杀你的人。 哈哈哈,之前那个炼气七层的就算了,现在连个炼气五层的也敢挑衅于我。 真是不知道你们狂的哪门子。 难道你们认为,一个注机器的真人,是纸糊的吗? 没办法,谁让你得罪了我师兄? 你师兄? 哦,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如果我在这里将你拿下,你就自然能找到那黑质的意思了。 你竟然想要栽赃于我。 长得到二弟子是吧,果然卑鄙。 不过是注机一层的修士。 我杀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我倒要看看,今天究竟是谁杀谁? 原来你是雷灵根啊,可惜修为不够,无法发挥这等法器的全部威力。 草王就给我到此为止,去死吧! 但那个人,是你! 这圣瓶法器,我就替你先收下了。 脸! 该死! 法器一旦被打伤了神石,除非神石的主人死了,不然就永远不可能被他人所得。 教你的人,没说过这件事吗? 吵死了,给我去死吧! 别以为,你每次都能得手啊! 这就是一个人尽管的代价。 你就只有这么点实力,曹光孙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不,不可能,这,这不可能! 我的最强一击,甚至连一点擦伤都做不到嘛! 等,等一下,我是一族当家老祖的亲孙子! 你,你,你要想清楚了! 都怪,就怪你罗罪了我师兄了! 你身上的货不错嘛! 这,竟然放过我了吗? 姓曹的,你这条命我暂且留着,你走吧! 道友,佩服啊! 你这嫁祸栽赃,果然是一箭双雕的好计策呀! 师兄,你来得正好,不如帮我杀了这曹俊风,然后我们找地方分宝贝去! 小道友,你口口声声称我师兄,那你可知我名讳,你说我姓慎名谁? 我说师兄啊,这种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何必说出来呢? 把储物袋放下! 打不过你,我不会逃吗? 你以为我是姓曹的窝囊废吗? 再见了! 喂,各位! 愚蠢的家伙,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会这一手吗? 神石也打上了,看你往哪儿跑,拿去吧! 哎,我的储物袋,不是让那个小人给拿走了吗? 你,想干什么? 啊,我救了你,你就这个态度嘛,连句谢谢都没有,你家人都是这么教你的嘛! 谢,谢谢! 滚吧,不要以为云浮宗核心弟子就有什么了不起,你呀,差远了! 被炼七五层的打扮还抢了储物袋,又被炼七七层的强化不肯还罪,难道出击这人就这么不值钱吗? 回事说了多少次,不要去惹云浮宗,你就是不听! 难道你不知道,那曹光老祖,乃是为师的大仇人吗? 对不起,师尊,徒弟也没想到,竟然会变成那样! 不过,徒弟也很好奇,都已经几十年过去了,那云浮宗的曹光还会想要报复吗? 会,那是因为我不仅偷了那曹光父亲,袁云浮宗当家袁英老祖曹元天的九世果还毁了他的术 九世果? 传说九世果吃了以后,可以在短期之内改悟九世轮回,对新境的修炼有巨大的作用,可以大幅增加袁英修士进入化神期的成功率 整个苍南大陆,就算进入元英后继的大修士都不多,更别说话神奇,死无竟有如此功效 可是,师尊,我记得你那时,也只是一个住基没多久的弟子,偷那东西又有何用呢? 我没用,可有人有用 当年我也是巧遇了石英宗的一位元英老祖 他对我说,只要把九世果给他偷去,他就把灵武炼体之术给我 同时还教我最高超的志气术 当初,威师我资质优秀,被曹元天老祖说为清传弟子 如果按照那个人生轨迹走下去的话,现在的我也早已结单了 但明眼人都知道,那曹元天不过是表面对我好而已 当家老祖,怎会有我们外星燃殖的机会 不过我不后悔,等我的双腿重新长出来 我就会炼成不死金身,就算元英老祖也杀不死我 而且那时候,我就可以施展幻化之术 想变成谁都可以 天下之大,任我横行 原本以为你不过是个可怜的铁匠 没想到你还是个畜生啊,张九德 啊,黑志 你怎么会知道那个名字,你究竟是谁 你可曾听过张伍德这个名字 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张伍德,那不是 修仙之人,追求力量,做些卑鄙事业无可厚非 你和曹家恩怨更是旁人无法说清 那你不该混账到 用一门的性命来换你的前程 要知道,那些都是你的父母兄弟啊 那又与你何关 更何况,修仙之人本就没有什么父母兄弟情的说法 被一个强者的炼成,都是由无数尸体堆砌而成 而所谓的父母兄弟,我是其中路上的一块绊脚石而已 难怪武德老师原谅谁都行,就是始终无法原谅你 现在的我,算是明白其中的缘由了 张伍德,不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 说得好,就是人渣 小子,给我去死吧 像你这样的人渣,觉得我会没有任何防备地站在你面前吗 哼,少狂妄了,不过是挡住了我的一次攻击罢了 伍尔,这小子来者不善,说不定还有后手 你留在这儿也是无用 先行离开吧 师尊,可是 若维尸死了,记得给维尸报仇啊 徒儿灵命 不是说好的绊脚石吗 无地就不一样了 老夫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小子,把你的人叫出来吧 别看我坐在残疾车上 对付几个结丹老祖,还是不费劲的 张伍德,为什么你老觉得我是会带帮手呢 难道你不觉得我一个人想要砍掉你的脑袋 就已经绰绰有余了吗 哈哈哈,你不过才是炼气七层的小修士 来啊来,老夫伯景在此 有本事就来砍 发生了什么 我只是被砍了,我只是被砍了 那是精光除物 你练习六层的修为 就搅得安国修仙界不得安宁 大名鼎鼎的苍蓝狂徒 原来就是你 早死了 恶死鬼们,出来吧 老师,学生为你报仇了 对了,那血蚕丝就送给杰儿好 放在这里也没什么用 狮子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不在家好好修炼 难道又在这七男霸女了 狮子冤枉啊 这一个月来 弟子每天天一亮就在这等您 不到半夜绝不回去 就会试狮子似的 哪有功夫 七八男女啊 等我干嘛 还不如多多修炼 不是 那个狮子 您啥时候传弟子功法呀 好像确实忘了这么一回事来着 自己拿回家去修炼 里面还有阵符一张 在屋里布个阵就行了 接下来就看你自己了 为时还有事就先走了 师尊,等一下 师尊,我啥也不会 您总要直电一二吧 万一我练得走火入魔 成为似水杀人狂 那怎么办呢 放心 为了似水城百姓的 合家欢乐 到时候为师一定不会手软 一定会大义灭亲 清理门户的 你倒是不要让那种事情发生啊 白嫂姐 杰儿见过仙师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薰儿的情况而已 薰儿自从拜您为师以后 乖巧多了 也不再出门闹事了 要不我去把薰儿叫出来 不用了不用了 所谓师父领进门 修行再个人 让他安心修炼就行了 要不是知道 早之前给了薰儿避骨蛋 还以为被虐待了 对了白小姐 其实今天来 我是来给你送礼物的 这是一种纺线的材料 叫做雪蚕丝 前日有限从别处获得 想来白小姐擅长纺织 就送你了 这个看起来挺珍贵的 给我真的好吗 你就拿着吧 你不要我也没地方放 五一 你说你介绍的那个家伙 是不是死在里面了 都已经那么多天了 怎么连人影都没看到 不会的不会的 我们还是等等吧 那个混蛋到底死哪儿去了 可恶 等他回来了 笨姑娘一定要把他弄死 快看 那边那个是不是他 你这家伙 班牧快点 来了来了 是他 这混蛋 怎么天天找你都不在 瞧你们也没个反应 你不知道我们这几天 都在找你吗 确实不知道啊 那你看见我们 还飞这么慢 我有什么办法 这宗里发的飞剑 最快就这个速度了 要不你把你的风火轮送我 你想看我风火轮的主意是吧 说什么话 风火轮的脚去呢 啊 哀疼 等一下不要再踹了 不快等一下 你谁啊 我和你不熟 你也才不是这么情况啊 我叫黄子轩 和五一是朋友 现在你知道了 可以了吧 你们够了 再踹 我就去汇报桃木擎老祖 说你们在他药园前 胡搅埋缠 妄图破坏药园禁制 盗窃园内灵草 哎呀 夜空 我们在跟你闹着玩呢 而且子轩 也是因为等了三天 所以才意识交集 嘿嘿 你就别介意了 貌似是你这家伙 先踹的我吧 外面不好说 我们先进去吧 你稍微给我愧疚一点 是想找点灵草吧 说吧 哪一种 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了 比如像是 木荆棘什么的 你可真敢说啊 那已经是我们这儿最高级的灵木了 算了算了 你们是要上边叶子吧 说吧 要鲜叶还是枯叶 什么叶子 我们不要叶子 我们要枝条 只要两根啊 不行 你这不是要我命吗 上次被曹木晴打伤 赶出山门的 就是因为弄伤了木荆棘 如果我给你们剪掉两根 那就不是死活的问题了 武艺 你的防御法器要练不成了 太惨了 这不是你的问题 怪我 太过相信别人了 你们好好说话行不行 如果要练制防御法器的话 需要什么材料 去商好买不就是了 你说得到轻松 我们买得起的话 还来注意干嘛 我想也是 这不是我们的曹俊峰 曹大师兄吗 前几天 本人索性能看到 曹师兄那豪迈的一幕 别说多神气 简直是一至千金呢 现在两位美少女 遇到了点事情 你不会袖手旁观的对吧 曹大师兄 好说 好说 你该死的黑痴 不知抢了我的血残丝 现在又来敲诈我 实在是太卑鄙了 这是我所有的积蓄 一千零食 就当我暂住了吧 一千零食 这 这还有我从爷爷那儿 借来的一千零食 俊峰师兄 这不行 这是你从曹光老祖那儿借来的 我不能要 五亿 没事你先拿着 这一千零食 就当我借俊峰师兄的 以后我会还他的 不行 你一个月才拿十块零食的供奉 前些日子 你又刚丢了所有的零食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好了好了 你就收下吧 相信我 我自有办法 可 可是 别可是了 那貌似是我的零食吧 收下吧 怎么感觉和我没关系呢 我这边也有三百零食 五亿 你看够不够 子轩 谢谢你 这些的话 应该足够了 你们都在我要员里干什么 慕晴师傅 俊峰 说 你们在这儿打算做什么 那 那个 吞吞吐吐的 一看就没有好事 说 是不是想偷到我药园的东西 姑姑 不是 不是这样的 那个储物袋里的是什么东西 禀师说 这是我们和夜空凑的零食 不是偷的零草 是吗 就凭那个每月十块零食的小修士 还有必要刻意过来这里凑零食 八成是偷了我药园里的东西 做好人 夜空 你该当何罪 师祖在上 小修在下 师祖嘴大 一口就可以吃了我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还能用反驳余地吗 你是说 我在用职权冤枉你 用没用职权 我不知道 可是你现在就是在冤枉我 那你敢说 他手里储物袋装着的 不是偷的我药园的灵草吗 我可是知道的 武艺要在宗内比武大会上夺得助击丹 所以在准备各种法器丹药 禀师叔 你猜错了 这真不是你药园里的东西 不信你可以看看 慢着 怎么 掩盖不住了 生怕我发现里边的草药 师祖 我们要不要打个赌 如果里边的是药草 我这条命就是你的 任你处置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我也任你处置 那就请吧 这是 师祖 我一个练七七的弟子 如何敢耍你 倒是你一进来就咄咄逼人 现在你输了 还用元神压迫来欺我 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神石重压解除了 你就在这安心管好药园吧 我还会回来的 师祖 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 你想要什么 灵草灵药只要我有 都可以给你补偿一下 你要加入内堂 我也可以给你推荐 师祖 或许你上了年纪记不清楚 那弟子就给你提个醒吧 你当时所说的 可是任我处置啊 你到底想要什么 不不不 别误会 小熊我对老女人 可没半点兴趣 既然如此 那此事就作罢 等一下 师祖 你不能耍赖皮啊 你骂了本老祖 一身老女 我已经免了你一死 算是抵消了你的要求了 给我小心地看管好药园 怎么可以这样 听说下集更精彩 记得追根收看 我在等你哟